香港有機會是Smith有危機 還有我們的美元資產那麼多 其實有可能如果真的演變了 那究竟美國是否真的可以隻手遮天呢? 今天威言大意是找到閃師傅 閃國龍師傅上來聊聊天的 閃師傅你好 你好 我現在怎樣稱呼你呢? 因為你已經撤銷了特首選舉了是不是? 退出了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退出的? 他宣布當選那天 我就已經給了個微訊給家超聽我支持他 我兩年前跟他成范圈說的 如果他只有一天參選特首 我會全力支持他 兩年前都是這樣說 兩年後都是這樣說的 有沒有意外? 有沒有意外? 我一直在找一個 給我更適合的人出來選特首的 那就等了 所以你的任務就完成了? 我是為香港好的 香港一直都沒有一個 right person 我經常說 還有我是不想某人連任的 我覺得 我就出來希望可以扭轉這個局面 現在林鄭特首又不連任了 又出了一個right person 出來 我覺得為什麼不成人之美呢? 因為我這次很有意外 都不是太有興趣 是嗎? 是啊 OK 好 因為其實我之前是譚新強世界Zoom 你和我們都做過節目 其實你是很presentable 其實是很presentable OK啦 現在李先生做沒什麼所謂 但是我今天找你不是說特首選舉 我今天講一個更加嚴肅的話題 就是香港的金融的體制 尤其是中美關係的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些話題 就是討論Swift 俄乎戰爭 令到西方國家停止俄羅斯用Swift的系統 踢出去 Swift的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在一個銀行之間的交易系統來的 就是銀行A 去銀行B的錢 要經過這個Swift的系統來做交接 還有有記錄的 那如果你沒有記錄的話 你很難兩個銀行之間來做交易 所以你踢出去是很麻煩的事 那現在呢 我簡直見到是央行叫一些銀行開會 包括匯豐銀行都有的 就是說 美國會不會這樣對香港或者對中國呢 踢出去我們做Swift系統呢 如果是說各大銀行 你覺得我們在中國有什麼對策呢? 聽說一下 好像大家都騙著一聲 就是沒有人出聲 那這個Swift系統 大家都知道香港金融系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香港是金融的一個城市 如果是美國是針對香港做這些東西 或者是針對大陸呢 那我們香港也很麻煩 那你在過幾星期之前 就出了這個文章說這件事 我想看看你的背景和你的意見 其實我是4月22日已經出了一份文章的 其實再亂一點 我大概是特朗普時期 我2019年都有出過類似的視頻 我們覺得香港有機會呢 是Swift啦 有危機啦 還有我們的美元資產這麼多呢 其實有可能如果真的演變到吉劇演變的話呢 不排除美國會充公我們的資產都不頂的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我危言聳定啦 就是年幾兩年前又說 三個禮拜前又說 但是事實呢 我講完之後呢 如果你留在中央也成為了一個小組 去研究這個問題 是我說了之後的 我不是馬浩炮的 OK 現在前天 分管局局長在立法會 又說去考慮這個問題 那就是證明我當日不是危言聳定的 因為國際變化訊息慢變 什麼可能呢 但是你問我擔不擔心 我又告訴大家 Swift這件事 其實在我們 我做了很多年 在Swift之前 我們怎樣去解決國際的結算呢 就是用TT 就是電報 你有帳戶在這裏 我有我的帳戶在這裏 大家用電報通訊 但是這件事就會有兩件事 第一 時間太久了 第二 安全性就沒有Swift那麽好的 Swift就以前曾經去到right time 就是說我今天這一刻鐘 按了下去 其實不用那小時 對方就收到的 但是現在Swift 就已經因為太多交易 又不是去到差不多right time 其實都是慢了 所以其實這個結算系統 以1971年成立 到現在有兩萬幾個用戶 但是是不是沒有Swift 又不行呢 又不是 但是我又不覺得美國和歐洲 夠膽踢中國和香港 2019年黑暴時期 美國曾經提議Swift 是踢走香港的 這是真的 但是Swift計算過 第一 踢走香港是沒有這樣的 第一 沒有這樣的藉口 就是藉口不是很強 第二 效應很大 如果你知道Swift 其實有25個董事 其中七個是執行威脅 有兩個是美國代表 五個是歐洲代表 究竟美國是否可以真的隻手遮天 我又不明白 理由就是 當歐洲人覺得 踢出去 他們傷害大了那麼多的話 他們未必負擔得起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要踢到歐洲 甚至中國出Swift 其實是機會不大 我認為 但是 但我覺得 哪怕有一分風險 我們都要小心 很簡單 譬如 我不知道大家聽過 昆倫銀行 聽過 昆倫銀行 第一間中國銀行 被Texas Reef 是因為他和伊朗交易相互 但是他就用人民幣 就用CIP 就是中國的利外人民幣結算 其實CIP 本來發展得好 其實可以和Swift 抗衡 但是因為CIP 是以人民幣為主 現在人民幣的交易 就相對不是那麼大 那時候 當然越來越大 所以CIP 未足夠的能力 就向來和Swift 代替到Swift 當然 解釋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堅持 歐洲這麼傻的七個執行委員 都通過 踢中國 或者香港出水 其實這是一個超級的核彈 金融核彈 不只是傷害中國 和香港 歐洲全部都 所謂的國際交易 都已經死了 所以這個我不認為這麼簡單 它跟俄羅斯不同 黃羅斯的交易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 相對於國際貿易來說 不算太大 對歐洲 除了石油之外 其他不是那麼大 但是中國就不是 中國是最大的市場 歐洲的最大的市場 所以如果它踢中國 歐洲的傷害很大 那值不值得這樣去聽美國的言論 指示呢 我就有個普立態度 但是反而我擔心 在文章裡說 就是美權資產這一點 但是譬如我們有很多美國國際 譬如我們香港的儲備大部分 差不多九十幾個百分比 都是美權資產 如果美國崩潰上來 它說可以完全控制到 就是沒收你的資產 那 斯林普呢 它不是完全控制到的 都還要有五個歐洲 理事國同意 所以它未必是這麼厲害 但是美權資產就真的不簡單 因為現在它窮得上來 就是打結 隨便找個藉口去沒收你的資產 它都什麼都敢做 甚至你可能不認為 美國已經國內有很多人 其實是在當努暑時間已經提出的 就是說沒收我們中國的資產 所以這個我也不敢說 所以我就覺得金管局 其實不應該金管局 我這次金管局出來說 我覺得層次太低 其實這個財政司 加上這個金融財政事務局局長 加上金管局 做一個獨立小組去研究 就是不應該金管局局長 因為這個層次是大過金管局局長 所以我覺得香港 都不像內地 現在內地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 但是我們香港 看不到或者聽不到 可能成立了我們不知道 就是特別小組去研究這個斷差 我的意思呢 如果是政府層面 就監視美國的資產 是比較穩妥的 這是我的意見 其實這個這麼大件事 基本上香港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是不是應該是交給中央來做呢 因為如果美國針對香港 其實是針對中國的 那這個是基本上 是中央的一個小組來的決定 不可以完全不及到香港 是吧 你記住因為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始終 香港在金融體系上 其實很多地方都不跟中央的 跟中央不一樣的 那所以當然 影響到整個國家政策 那可能中央插手 但是呢 我覺得香港應該 自己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就跟中央一起去聯合 看看 因為香港被衝擊這個 這個金融國 就是金融中心的話 最後還是影響到我們中央 那所以 你說一半是對 但是在一國兩制之下 就中央未必完全去太適宜去 去主導整個對抗政策的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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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